好 那我們就直接來分享一下搖桿的部分 那我覺得 好 那我們就直接來分享一些搖桿最厲害的部分 好 那我們就直接來 那我們就直接來 那我們就直接來講到我們搖桿最厲害 那我們就直接先講一下我們 那我們就直接先講一下我們這一隻 Power A Fusion Pro 3 好 那我們就先直接講一下我們這一隻Fusion Pro 3 它最大的特色是什麼 就是我們背後的四個自定義按鍵 而且這四個自定義按鍵是可以在你玩遊戲的時候 即時馬上的去設定的自定義按鍵 我們待會會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原廠的搖桿沒有這四個自定義按鍵 然後後面空空的 好 那我們就直接來講到 那我們就直接來分享一下 那我們就直接講我們三個比較大的特色 那我們就直接來講一下我們比較 好 那我們就直接來講一下這個POWER 那我們就直接來講一下這個FUSION 那我們就直接先講一下我們這個FUSION Power FUSION Pro 3 那我們就直接講一下這個FUSION Pro 3 這一支搖桿的三個比較重要的一個特色 第一個特色就是我們前面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波桿 這是我們的耳機孔 就是我們插耳機孔的音量調整鍵 那我們原廠的搖桿也是有耳機孔 但是我們的音量調整我們一定要去設定裡面去慢慢的去摸索你的音量 好 那我們就直接講一下我們這個FUSION Pro 3 那我們就直接講一下我們這個FUSION Pro 3 它這一支搖桿的三個比較大的特色 就第一個我們正面看到下面這裡有一個神奇的波桿 那這個波桿呢它就是音量調整鍵 就是我們下面有耳機孔 原廠的也是有耳機孔的部分 但是我們如果要調整音量的話 我們原廠的搖桿也要到設定裡面 你才可以慢慢去慢慢一格一格去調整我們的音量 我們沒有辦法在不同的遊戲間切換 然後就快速去調整音量 那這個FUSION Pro 3 我們就可以切換不同遊戲音量不同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快速來調整我們的音量部分 那第二個 那這一隻油 那第二個這二隻油 就是我們在背面有三個觸發的深淺 第二個特色就是我們搖桿背面的LT跟RT這兩個 就是開賽車的油門跟煞車這兩個 我們有三段的不同深淺 所以我們這裡可以調整最淺的就是跪最快 第二個特色就是我們背面有我們LT跟RT 就是我們開賽車的油門跟煞車這兩個 我們有三段的不同深淺的觸發力道 觸發深度 第二個特色就是我們搖桿背面這裡的RT跟LT 就是我們賽車的搖門跟煞車 第二個特色就是我們搖桿背面有我們的LT跟RT 就是我們油門跟煞車的部分 第二個特色就是我們這一個搖桿背面 第二個特色就是我們搖桿背面的LT跟RT 這兩個就是我們開賽車遊戲的油門跟煞車 這兩個搖桿我們可以調整我們的觸發深度 就是我們現在把它調成最淺跟最深 你應該看得出來有點不一樣吧 所以我們如果開賽車我們希望要全部的形成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它調成最深 那你如果想要玩什麼 你如果想要用搖桿玩什麼射擊遊戲之類的 你就可以把它調成最淺 那這樣子可以更快的觸發你的板機的部分 那或...那或... 或者是...或者是你想要... 或是你有什麼遊戲啊...或...或是你有什麼遊戲啊... 然後你覺得你一直按這個深度有點太深了 按到縮字頭有點酸的話 你也可以把它調成比較淺 這樣子你就可以按比較少按鍵 就像Tino Switch的概念啊... 中文明 O Paul 像 Awesome 即使是声音 或是你有在玩什麼遊戲 或是你有玩什麼遊戲 你觉得这个触发深度太深了 你按久了 有点手酸的话 你可以直接把它调成最前 你就会有点像是 上面这种按键的概念 就是轻轻按一下就可以触发你的腰杆 第三个比较大的特色也是在背面这里有一个Programmable 第三个特色也是在背面的部分 就是我们有四个自定义摇杆的部分 第三个特色 第三个比较大的特色就是我们后面有四个 第三个比较大的特色就是我们后面有四个自定义按键 而且是可以在玩游戏的时候即时调整的 后面这里有一个Programmable 就是我们的设定按键 那我们可以轻松的在玩游戏的时候 我们即时的去更改这些的按键配置 所以就不需要去用到软体里面 然后慢慢在你调整 直接即时边玩边调整 多么方便 那背面的部分 那第三个特色也是背面的部分 就是我们有四个自定义按键 而且这四个自定按键 这里可以有一个即时调整的按键 那第三个特色也是在我们背面 就是我们有四个自定义按键 那这四个自定义按键要调整也很方便 就是我们这里有一个自定义按键 我们可以即时的来调整这后面的四个按键 所以我们玩游戏忽然觉得 我想要配置什么东西到这个按键 那我们可以即时的就在玩游戏当中 即时的去配置 我们不需要去安装软体 然后还要这软体拉来拉去之类的 直接并玩并调整超方便 我们下来这里 我们下来做我们下来